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一個質量為m的指點 在一個垂直放置 半徑為r的圓形軌道內面的滑動 假設此軌道內面是光滑的 指點的初術恰可足夠繞行 整個軌道而不至最亂 你要讓他轉一圈 他的最小速度 最小速度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根號5gR 你要讓他轉一圈的最小速度 是等於根號5gR 請問為何時 對軌道中心之角動量值最大 我們曉得說腳動量 腳動量的L 是等於R x P P是動量 所以他的大小是等於R P 三一切大 所以你要讓他最大的話 因為這R是固定的 R就是半徑 你要讓L最大的話 P要最大 R Mv 三一切大 你就讓他讓這個v最大 Sida最大 Sida最大是90度 讓他最大 這個最大是E 什麼時候是E呢 就是說你 這個速度的方向跟R的方向互相垂直的時候 速度的方向跟R的方向 速度的方向本來就會跟R的方向互相垂直 這每個地方 速度的方向都會跟R的方向互相垂直 所以的話你就選什麼呢 這個都會互相垂直的 所以這個是等於RM RMv 那你就讓那個v最大 v什麼時候最大 最底下的時候最大 所以L 最大值應該多少 應該是R M 乘以多少呢 根號5G R 根號5G R 所以答案是等於 MR 根號5G R 這個時候的話 他的那個 角動量最大 最大的角動量是MR 根號5G R 根號5G R 那在哪裡呢 在最低點 最低點的時候 相對這個圓心 他的角動量最大 他最大值是這個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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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詞曲 李宗盛